那这个叶教授 因为原本你刚开粉专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都有在关注 因为觉得很棒 你们常常会分析各种不同的国际新闻 然后都会follow 可是从去年台湾到大选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你开始分享很多台湾那个政治上面的一些意见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也觉得ok 可是觉得一直都ok but 我自己的观察是 我觉得有些时候 你的言论我觉得是 哇靠这个言论 在我眼里看来就是一个彻翼粉专的言论 我说哇这个蛮极端的 可是我们认识你本人 觉得说你本人讲话 其实是very reasonable person 就想说怎么会跟网络形象差那么多 这是你刻意写出来的样子吗 还是是你 是人设吗 还是你一直在骗我们 人设啊 这应该这样说啦 就是我们先从国际 就是我这个粉专一开始创造的时候 当然是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 然后发现很多东西要讲 因为很多东西大家都不知道 对 可是有趣的时候 其实我这样连续写三个月 其实该写也写完了 其实该写我都写完了 那甚至是我那时候 如果你现在回去把我最前最起原初写 那三个月的东西通通翻出来看 其实预测几乎都是对的 我很早就已经说战争会打很久 大家就慢慢等 不要去想 想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然后我也说美军绝对不会结论 就是慢慢给他拖 然后我也说普丁他就是会压在那边 他也不会退 但他也没有办法去做更高层次的动员 那你说国内要有反对他的势力 没有那么简单 你就慢慢等 因为俄罗斯一个庞大的分赃制度 就普丁跟所谓的Oligox 他们彼此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结合 那他们要窩里反 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发生的事情 所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做的分析的话 其实在大概粉专创立前三个月 就差不多做到一个段落了 那接下来你说要分享国际新闻 其实国际新闻很多啊 可是他不会跳脱出大方向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会挑我认为有趣 或对台湾有影响的东西来做分享 但是你越看越多就发现 其实台湾人好像就算你分享国际新闻 他的关注力也不是多高嘛 对啊 而且赞数会超低 我们一路以来 We understand 国际新闻没有人care 所以我开始比重就在变了嘛 因为你国际新闻没有人要看 那我分享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整个世界是有价值的 可是他对台湾没有意义 台湾人就觉得那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慢慢的先去抓出 跟台湾有关系的国际事件 可是刚才开始写跟台湾有关系国际事件 就只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两岸关系 再来就是美台关系 那写到后来 两岸关系美台关系 写写写写写 写到后来就变成台湾了 但他唯一的交集点是台湾嘛 所以你到后来都是在讲台湾的事情 那当然台湾事情就是 除了这个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影响之外 你还是会去写到 例如说台湾的政治啊 台湾的选举啊 或政治人物的发言啊 那很多时候 就是我的发言会变得比较精短 然后或者是比较批判性比较重 那我比较小心用这种方式来叙述啊 那这批判性比较重的原因是因为 时间没有太多可以写很长的文章 去做很深度的分析 可是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因为我跟Ken我们都会看你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几篇 我们就觉得叶教授怎么会讲这么偏激的话 对我们内心都会觉得 对好这样 我们直接像有一个 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是规定 如果你是中港澳入境要阴性嘛 那你就觉得台湾应该也要这样 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比较紧张 所以但是你下面就写说 有人说这样对台商的歧视啊 可是那你为什么不问他们赚人民币的时候 怎么没有回馈给台湾 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偏激 因为我不觉得在中国工作台商有问题 或者是有不回馈台湾 对啊 他们可能有 他们可能低调 他们就在那里工作 他们其实就在那里讨生活而已 对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用这种言论 就我其实有时候看的 你刚刚说希望对台湾有意义 我会觉得他这种言论对台湾有意义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唤醒一个想法是说 今天面对不管是台商面对不管是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两岸之间的交流 你要用一视其平的方式去看待 那现阶段来讲 其实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台湾人的身份 他往往就是觉得都是台湾人 自己是本国人 即便是在一个重灾区里面 我们还是要开放一些后门 让他不要说回来之后一定要检疫 回来之后一定要隔离 对不对 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押他 可是这背后其实只是单纯因为 因为他是台湾人的身份 所以他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可是你就忽略到 他其实是在中国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是因为待在那个区域 所以我们才要做某种程度的防备 当然你说他有点过度偏激 我倒是觉得说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你说好 我们讲台商有没有回馈台湾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 或者说从我们对于共产党的经济的了解 来说 其实台商去中国之后 他基本上是不大能回馈台湾的 你说像税务上 不是税务问题 是因为中国不让你把钱赚出来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 台商在中国赚的钱 是一直在回馈中国社会 因为他必须要做内部的投资 这件事情其实大多数人不了解 当然我写这个东西 很大一个程度就是 其实也是反讽的意味很重 就是你要说这些人是台湾人 我们一定要给他开好门 那你总不是说那其他国家或者在台湾工作人 那为什么我们不给他开更多的好处 我觉得是做一个类比 当然你会觉得这个类比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商议 可以商议 可是你想要唤醒什么样的意思 就你觉得像这样的言论 唤醒什么样的意思 你刚刚有讲你可能希望大家可以更有意思的 比如说去了解 至少了解中国 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吗 还是 我想要唤醒一个大家了解 中国其实就是台湾的敌人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有台商 因为台湾在中国的投资如此的庞大 或者两岸之间的贸易如此的紧密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觉得 中国是一个对台湾可能会还不错的一个国家 即便说他天天军机会跨越台中线 即便说他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他做了环岛演习 甚至是做了飞弹事实 可是你不能否认台湾其实还有将近 大概三到四成的人 对中国是有好的印象 所以你是想要跟那些人对话吗 像我跟Ken 我们也觉得中国是敌国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吴晓 这很明显 可是像如果你是用这样的言论的话 你想要影响的那些人 是不是根本也不会看你的东西 其实你最能影响的 并不是真的是那些人 而是在中间游走那些人 就是你说 假设今天我们把台湾的一个政治立场画出来 可能有四成绿的四成蓝的 中间两层是所谓中间选民 对不对 那四成的蓝的 你今天跟他说 你用这个话语去影响他 可能影响的效果也有限 可是对于中间的两层来说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他们理解到 你不可能是一个政治的白子 你不可能在两岸关系里面说 我就维持现状 就这样就好了 这当然不是 我们绝对不是这种论书 所以其实你如果仔细看我的粉专 当然有这种相对来说 你会觉得比较偏见的议论 但是以后很多是我还是在论理 就是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做设设 当然 这种交叉的测试 其实就是去抓出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再针对这两层的民众 去让他们了解到 其实大家要醒过来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清中国的一个真实 那回到这一则发文来看的话 我其实很希望 当然在近几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台湾必须要把自己 从中国的市场 从中国的关系里面抽离出来 你说像要经济脱钩 这种 经济脱钩其实不见得需要台湾来做 因为经济脱钩 其实透过全球生产链的一个 它已经一定会脱钩 因为是美国逼着它要脱钩 它那个脱钩就是例如说台湾很多工厂 必须要移到越南 移到印度 已经在发生了 对 那不是我们在做什么 而是那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因为中国劳动成本太贵了 所以它自然而然会移出来 可是台湾还是因为外币控制 有时候一直可以卡着初步来 我们能不能加快这个速度 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对中国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当然你说中国的市场很高 中国市场很大 所以说在中国赚钱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所以事实上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因为中国市 它是很缺所谓的晶片技术 所以说它其实一直都给 像是你如果是台积电 或者是联电 就是那种高级住的 那种晶片公司的一个制造员 这些工程师 如果你想去中国 你的薪水制造台湾大概三倍左右 差不多 对 那你要不要去 很多人就这样过去 很多人有去 当然我也碰到一种 就是还是有点 觉得还是钱不能买掉 它的台湾价值 所以他还是觉得 因为待在这边 对不对 就每个人有不同选择 对 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让更多这些人觉得 中国不要去比较好 当然 可是 其实有时候 以前的我 以前我真的超偏激 我会觉得说 你去 你就是把台湾卖掉 你有这样过 你竟然都会变出原来的 所以我坏掉 我就很偏激 那时候刚回来 你也知道太阳花把人家弄 都会把每个人弄怪 没有 没有 没有我曾经有一度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去 他们就是 因为你那时候没去 你没有留下来 我没赚到那个钱 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 没有啦 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They're so bad 然后可是 其实最近这几年 我们做节目下来 然后常常跟那边人聊天 然后我们很多听众 也在那边两边飞 就是 在那边工作 其实他们也知道那边是敌国 可是就是因为一些 可能经济上的考量啊 或者是生活上的选择 他们说 好 我愿意去中国工作 可是不会代表说 他们会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 可是有时候 我觉得他们看到像 这种比较凶一点的 的文章的时候 他们就会内心 其实是受伤的 本来就说 我只是来赚钱 我票还是投蔡英文 那你这样把我讲的说 一文不值 或者说我是投共的犯人 我觉得反而会把这些人 给从我们想要 像或叶刀说 你想要做这个大饼 让大家说 我们就要认知 那边是敌国 这个大饼给踢走 我个人会想 想的是这一点 对吧 然后也会觉得 不过这我们自己的看法 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 就是觉得 因为现在大学生 他们真的很多人 不排斥去中国念书 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我们蛇编那一届有问过 然后他说 他们那一届已经完全不排斥了 然后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剪辑助理 又比蛇编在小两岁 对 然后我再问了一次 他们同学都 大家会羡慕去中国念书的人 对 原是一个好像有一个未来性 有未来性很高 这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 那你的论述会不会跟现在年轻人 有点接不上 想的有点接不上 嗯 那你到底最后这样是讲给谁听 这样 就连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偏激 我们我觉得我们算是政治理念 很接近 对啊 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偏激 我们都觉得是对 所以我才说嘛 我什么都尝试 当然 你说那个东西会不会有点气化 有可能是气化 因为我都是转新闻的 对 我基本上都是针对新闻的内容里面做批判 那问题是有些论述 你就必须要把它扩大 到所谓的中间选民 他到底能不能看懂这件事情 多方尝试之下 就会看哪个东西会中 那你觉得哪个东西会中 对对对 我好奇的是你这样多方尝试 你现在下来有发现说 什么东西会中 比较凶一点的会中 还是怎么样的会中 我好奇 其实 脸书其实他不是在抓 你骂的凶不凶 他也不是在抓 你讲了这东西到底 你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在抓的是 这个东西跟时事搭上钩的速度有多快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在 透过他们的语法去计算 这东西可以产生的回响有多高 例如说 你放了一个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 他们从他们语法里面去算说 这个是某个政治人物 这个政治人物 他是可以吸到很多的关注的 那他可能就会让他流量变得比较高 难关的时候很多高红暗的文字 对 对啊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然后他会针对 我都忘了耶 对 所以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做了不同的尝试之后 发现 其实单就流量来讲 他不会因为你的写的方式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他会因为你议题的选择 还有就是这个议题跟我刚刚讲的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他到底能不能发烧起来 透过他们语法去算 会有关系 有些东西我觉得会中 他都不会中 跟我们一样 有些东西我就随便乱写 就中 对 我们放弃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影片什么 就是我们去吃饭 然后有人帮我买单 就这样 然后那个有150万view吧 对 然后我说 我们平常录Podcast做节目 看新闻那么辛苦 然后结果 吃个饭人家买单150万 What the hell